风斩龙旗如画 雪峰林中生起的是皇帝的战车 战车在天地之间傲然巡航 下有藤蛇,上有凤凰 后有鬼神,前有虎狼 驾员的是大象,拉套的是蛟龙 护驾的是碧芳 而开着警车在前面倾倒的 竟是吃油 吃油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成了皇帝的马前卒 这不奇怪 在远古,族长与氏族 酋长与部落都是同名的 比如福西族的氏族长都叫福西 炎黄两族的酋长都叫炎黄 就像秦汉以后的天子都叫皇帝 秦始皇就说 自己是始皇帝 后面的叫二氏三氏直至万氏 只不过秦王朝二氏而亡 汉代以后的皇帝也不再叫什么二氏三氏 他们在位时叫皇帝 驾崩后给个氏号 再给个妙号 这才区别开来 可惜远古没这规矩 福西和炎黄并不叫福西一氏 福西二氏 福西三氏等等 也没有妙号和氏号 再说我们也不清楚 九黎族酋长的本名是什么 总不能叫黎叔吧 也只好还叫吃油 吃油也是有一氏二氏三氏的 与皇帝作战的可能是其中某事 总之兵败被杀的是前任 警车开道的则是继任 据说他还担任了皇帝的总参谋长 为皇帝南征北战 至于其他余部 有的被皇帝收编 有的退回南方 直到西州 他们还被称为黎民 黎民也是先祖 绝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因此 华夏民族的始祖 应该是三个代表 炎帝 皇帝 和吃油 我们是炎黄和九黎的 共同子孙 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是皇帝 事实上 皇帝成为华夏民族 最重要的始祖 就因为他能不计前嫌 坚收并蓄 搞统一战线 正是他 把普天之下的牛鬼蛇神 都联合起来 形成了起先称为夏族 后来称为华族 再后来称为华夏之民族的胚胎 虽然这时 皇帝族还不能叫夏族 甚至不能叫民族 只能叫部族 或部族的雏形 皇帝的战车上 一定飘扬着龙旗 似乎并无必要弄清 龙究竟是不是皇帝族的图腾 没错 有熊士 怎么也扯不到龙身上去 九黎族的图腾 反倒可能是龙蛇 因为吃油的本意是蛇灾 如果皇帝竟能以战败者的图腾 为心腹和图腾的主体 那度量也真是大的惊人 其实就连龙是不是华夏民族的图腾 甚至是不是图腾 都没有必要较真 的确 龙的形象早已出现 比如五花八门的鱼龙 盘龙 鸟手龙 恶手龙 鹿手鱼尾龙 猪手牛角龙 如此之多的龙纷纷出土 不会没有原因 但比龙未必是此龙 何况就算有 你也无法证明 皇帝就一定不会古为金用 在借壳上市 比方说 蛇就原本只是生殖崇拜的象征 后来不也变成了图腾 因此 皇帝完全可能利用已有的龙 或吃油的蛇 再造一条新龙 我们相信 他有这种智慧 更何况 一个民族总是需要凝聚力的 这就要有一个核心 一个仪式 一个象征 一个可以在他上面寄托感情的对象 国旗 国徽 国歌的作用 以及长江 长城 黄山黄河的意义 就在于此 他们当然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图腾 却可以看作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义图腾 即象征物 龙 也如此 因此 无妨 既如在 既神 如神在 换句话说 既然大多数华人都把自己看作龙的传人 把龙看作族的图腾 那又何不全当踏实 实际上 关于皇帝族图腾的说法 如此之多 恰恰证明 在皇帝时代的后期 已经有一个多部落的松散联合体 其中有炎帝族 有皇帝族 有九黎族 还有东方的仪族 西方的戎族 南方的蛮族 北方的狄族 他们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 有来有往 有战有和 也有通商和通婚 部落联盟的时代 即将到来 而且这个时代 也有三个代表 姚 顺 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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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